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重新整理这件事 然后最后就来谈就是说退货 首先重新整理 你点它现在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那这边 对不起我没有把这个超市一定的放进来 对不起 所以我重新去下载一下 范例下载 放在下载里 因为早上我在用我的notebook 所以我是不是要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我点重新整理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认定的是ASUS download 所以我要重新改 所以编辑查询资料来源设定 我的资料是来自于这个内容要编辑变更来源 我是放在下载里面的这个地方开启 然后确定 关闭 然后你再点这个重新整理 就不会有问题了 因为它刚刚认定的标准是ASUS 就是我内奔notebook 这样可以了解 好了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然后关闭 请问一下 我刚刚这个超市范例 下载里面这个超市范例 有没有2017年的资料 订单日期是没有2017年的资料 对不对 这边最后最后我排序一下 以订单日期排序 所以由小由旧排到新 所以最后面这一笔是多少 2016年的12月30号 这没有问题吧 它有没有2017年资料在这里面 没有啊 假设我现在我增加资料 增加资料增加一笔 增加一笔2007年的资料 所以复制 然后选择信贴上 只贴值 请问这叫什么 一万零一笔 然后这个是什么 是日期 简短的日期是2016年12月30 我要把它改成2017年的1月 我随便定了 1月10号 然后这个是不是出货的日期 我也把它改一下 简短日期 2017年假设是1月19号 可以吗 接下来我刻意的把这个数值啊 改成一万好不好 这是销售额 这个是订单 看得出来吗 销售额 订单 所以把这个值改成 例如说一万 然后这个值改成五千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不可能会拿到新的资料 有可能呢 你是不是要继续加在那个来源资料里面 好 我就已经加好了 虽然我只有加一笔 可是我刚刚做的那些分析 是不是不需要再重新做一次 我希望是这样子嘛 好 我现在把它储存起来 可以吗 就是你在你的来源资料增加一笔 2017年的资料 好 关闭 接下来 我刚刚那个档案 我已经存档 然后离开了 我现在重新打开来 3点48分 我已经存档 然后关闭 那我现在重新打开来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其实现在资料都还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例如说联动分析 现在没有看到2017年 对不对 然后还有像例如说刚刚的那个行为模式 这边2013到2016 就是没有2017 对吧 好 那你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应该会就是希望说他不要再重化 可是资料是不是已经有增加进去了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重新整理 完了 我这边的重新整理又按不下去 要等 就是可能他现在还在读什么什么资料 还是在做 这个吧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个地方他在做什么扫描 然后我现在要点重新整理 好 重新整理哦 仔细看哦 不要眨眼镜哦 你的图即将全部都画完 有没有出现2017年 我这张图是不是画什么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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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记得利润是多少 5000 销售额是1万嘛 对不对 利润是不是5000 可以吗 那还有像刚刚刚那个行为模式 有没有看到2017年有一个只有一个纸类别产品 在这个地方利润 因为我画的也是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哦 他是销售额配利润 所以销售额有看到吗 1万 然后利润是5000 有没有2017年他就跑来这边了 这边其实是一个很边边的地方哦 很边边的地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当你今天哦 你资料改变 你这些统计图表不用重画 你只要做重新整理 所以你觉得棒不棒 以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的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现在动手做一下这件事 先把那个来源资料增加一并 然后去看看说 这边的资料 会不会整个 重新整理 然后产生 产生你说想要乐见的结果 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在我的原始资料 超市范例里面 我刚刚新增加出来的 101笔的记录 101笔的这笔记录 我就要把它给删除掉了 因为那是假的资料 好 然后储存 关闭 针对这一个视觉化的报表 这边是不是有2017年 我要重新整理 然后2017年资料就会消失掉了 不只是这一个资料表 包含联动分析也都是 可以吗 联动分析 好 2017的资料就没有了 来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这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 就是双向 对不起不是双向 只是说原始资料改变 我们的那个视觉化报表 是可以跟着直接改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的一个联动分析 2013年 有0.38个百万的利润 这个利润对吗 这个利润是不对的 因为他有提供退货这张资料表 所以我们应该要扣掉退货这件事 好 我再重复讲一次 我再重复讲一次 2013年 2013年算出来的0.38个百万的利润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反正就是 以所有所有的订单算出来的结果 但事实上这些订单有些是退货的 你怎么可以把退货也加入到利润里面 所以我们要来算真实利润 那真实利润 我会先教不用写函式的做法 但至少你要先把关联做好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件事 真实的利润怎么做 首先你必须要取得资料 所以我们就把退货的资料取得进来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点什么 点以色列 超市范例 开启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勾退货 如果这时候我们也勾了订单 这边就会有订单 订单一 就是有两张订单了 好 所以这边我只要勾选 我现在要打开来的退货 然后再入 这样的话我就有两张资料表 一张叫做订单 一张叫做退货 退货里面只有两个栏 一个是什么 Column 1 一个是Column 2 你知道这两栏是什么吗 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点资料来去观看 看哪一个 看退货 有看到Column 1 Column 2 请问这个栏位名称对吗 不对 所以等一下我要教你 什么叫栏位名称不对 订单 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行ID 订单ID 订单日期 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它叫Column 1 Column 2 这是不对的 请问这应该叫什么 这是不是订单ID 这个叫退货 是 全部都是是 没错 但是这都是退货 好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退货资料表里面 这些订单都是有退货的 那既然是退货 我应该就要把它扣掉 不可以算在 不可以算在什么地方 算在这个里面 这是错误的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 先来取得退货 这张资料表进来 就这样子 我去不认识 这些是 这张资料表进来 这张资料表进去 对货 这张资料表进来 是 这张资料表进来 对货 来继续观看一下 因为我已经取得资料了 取得资料了 那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它其实真实的资料 我也给各位观看一下 超市范例的真实资料 退货 它的一刚开始是订单ID 这是栏位名称 退回 这也是栏位名称 可是 现在是不是变成colon1跟colon2 那你要理解为什么 这件事情一定会重复遇到 你看 当我们今天来去看订单资料的时候 它能够正确辨识出来 这是标题 这是记录 你知道机器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 所有的标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标题只有文字 标题哦 这是不是文字 是啊 这也是文字啊 这个销售额这三个文字啊 数量这两个也都是文字啊 折扣文字 利润 利润文字可以吗 标题简单说都是文字 正确吧 记录呢 哦 记录就不一定了哦 记录是不是有可能会有 这个这个其实好吧 就把它当作是数字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日期 日期是文字 这个文字 这也是文字 这都是文字 然后接下来这是数字 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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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记录内容它会有什么 文字 日期数字 穿插 对不对 就跟标题是不是不一样了 好了 那请问一下 退货这里 请问标题列是不是都是文字 对 它符合这个资料 请问第二列是不是也是两个文字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它会认为 它会认为这里通通都是记录 有听懂吗 所以它就认为说 既然都是记录 所以它就在这个的前面 补了栏位名称叫Column E 有听懂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怎么做改善这件事情 怎么做改善这件事情 好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进行 所谓的一个编辑 在常用底下 有一个叫做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编辑查询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是从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 对不起 跳掉了 从Power BI Desktop 到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叫Power Query 这是两个不同的视窗 可以了解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视窗 这边还有一个视窗 这是两个不同的视窗 有看到吗 下面这边 两个不同的视窗 好 这个视窗 我们现在要修改 是不是退货 所以你不要选错了 退货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做 通常 通常 这上面有相对应的功能 像什么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但是我希望 但是我希望你 但是我希望你 你不要刻意的用上面 我建议你 你去找这个枢纽控制 为什么找枢纽控制 因为这已经是我们习惯把那个主要要设定的功能放置的位置 因为这个功能列预计它其实慢慢都会被隐藏起来 好 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相关的功能 其实这个工作表的一个控制就是在这里 书扭 这是书扭 好 点它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 标题不是比较好提吗 为什么叫标头 好 点它 这样是不是就把column1column2改成订单ID跟退回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哦 你不要点储存 不要点储存 这边只有一个关闭并套用 有看到吗 请问关闭谁 编辑器 Power Query 编辑器 套用给Power BI Desktop 你会说刚刚刚做的那个Power Query编辑器的修改 对不对 它已经自动帮你存到时候到时候到时候你只要存这个档案 你只要存这个档案 200118被取销售统计 这个档案你存档好Power Query里面的修改它也自动帮你储存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这个订单ID跟退回是不是就改好了 好 这件事情是要麻烦请你用常用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来去做修改 记得修改 你不要在上面找功能 你就只要点退货 这边第五个步骤就是点它选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 好 不要做两次 我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记得最后是关闭并套用 预设的功能就是关闭并套用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修改 修改我们的等于是说资料 模型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退货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在这里 好 这两个订单ID其实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呢 如果这个订单ID出现 出现 它其实这里的订单ID 所指的意思就是 它是要退货 不可以算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 假设我今天要用到 哪些 哪些订单ID 其实是退回 这里面知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 他只有这里面知道 所以要把这两个订单ID 先建立好关联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打开模型 请把这个订单ID 拖替到这个订单ID 退货的订单ID 拖替到订单的订单ID 可以 也可以把订单的订单ID 拖替到退货的订单ID 都可以 随便 好 可是在这边 呈现的结果 因为很多人会误解说 奇怪了 我刚刚明明做的是什么 我刚刚明明做的是订单ID 拖替到订单ID 可是这边没有东西 然后这边是什么客户名称 他会认为他做错 其实他没有做错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游标移到这条线上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你是把订单的订单ID 拖替 退货的订单ID 可以了解 好 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跟新字号 因为我想这个拖替很简单 就拖过去 好 可是重点对一跟新字号是什么意思呢 一 这代表说 一对 多 这个新字号就是多 他的意思就是说 退货里面的订单ID 他不会重复 订单的订单ID 他是会重复出现的 比如说好了 这个订单退了 然后又再去 就是 又再放回去 好 反正就是 这个订单如果说被 退货 这边可能会有订了两次 订了三次 那个订单ID 他是有重复的 那这边是不会重复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假设这一个人 这一个客户订了 三张订单 但是这个订单ID 他已经被退货 所以这三张会一起被退 好 他这边的设定是这样子 那 一对多 还可以是 多对一 也可以是 一对一 这是 三种 可以设的 关联 如果是多对多的关联 对不起 就不能设定 所以这里要请稍微注意一下 多对多通常 我们会再加一个资料表 就是 这边是 这边是多 假设这边也是多 那我中间会增加一张 关联表 让他这边 多对一 然后 一再对多 好 解决的方法是这样子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只是做 关联 关联 就是从 这边的订单ID 拖曳到订单ID 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要请你动手做完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看 也来不及写那个函字 但是一个很快 做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 把什么 退货 退货 资料 过滤掉 应该不是过滤 就是筛选掉 好 那接下来 因为它只是一个脱异动作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做完了 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张资料表 现在要做这件事 就有很多种方法 你看哦 第一个方法 我用筛选 筛选 我把什么 我把这个订单ID 这边是不是退回 对不对 你看要把什么东西搬到筛选里 我是不是要把什么 例如说 这个订单ID 搬到筛选 搬到筛选 可以吗 把这个订单ID 搬到筛选 接下来点什么 那点空白 还是所有这边出现的订单 当然是空白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0.38 隔百万 我现在勾选的是什么 空白 就是所有这里面出现的订单ID 这边 这边 我全部都要扣掉 所以我这边这个订单ID 是不是会有一堆的空白 那这就是不是退货的资料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做法 但是我们已经把什么资料拿掉了 我们已经把那个 你不想要给别人看到资料 就全部都隐藏起来了 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吗 这是第一个 我最不希望你们做的方法 但是它是最简单的 只要你建立好关联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这个空白勾选 空白勾选是什么意思呢 退货里面 订单ID 空白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没有退货 对吧 我现在勾的是没有退货 那不就是真实的那个利润吗 好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我其实做动作很简单 我就直接把什么 把订单ID 退货里面订单ID 放在筛选的这一张 这一张此视觉效果 这张视觉效果的这个D 这个里面 此视觉效果就是这一张 然后请选空白 这样我就做完这件事了 那请问你 这边有没有做完 没有 所以我不应该做在这里 我要也是做在什么 做在这个页面上 所以请把订单ID 搬到此页面上的筛选 然后接下来请勾空白 你看全部都改了 全部都改 我还原一下 例如说我没有勾空白 35点 这个百分比是不太会变动的 它就算变动也是微幅的 但是这些它就会变动 这些它都会变动 例如说16.82 你勾选了空白 有没有 16.54% 这个就不太会变动 因为它的比例是存在关系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是最简单 但是我最不希望你们用的方法 那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有 我用联动 来说明这件事 好 今天我们从早上开始 对不起 那既然是我们已经做到这边了 我们就直接呈现真实的 真实的利润 所以我们放在所有页面上的筛选 然后只勾空白 这就是每一张投影片 每一张资料报表都是得到真实的利润 不仅是这一张 这一张也是 这一张也是 好 那我们从早上的时候 跟各位分享 从一刚开始 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我们拿到好多好多资料 然后可是你要了解 我们善用大数据来去做资料分析 怎么分析呢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画好一张统计图的时候 你可以可以很轻松画出这张统计图 但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自动分析 他就会去说明 例如说2015年增加 2016年增加的情形 好 这是很重要的自动分析 然后接下来有跟各位分享 分享老板 他想特别观看一下 那2016年 2016年 真正有问题的 赚钱 赚钱 当然老板想说赚更多钱 但是这个利润下降 这是我们会关注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家具 家具的什么 这边桌子 桌子 不想各位有没有印象 2013 14 15 他桌子都还维持在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虽然都不好了 但是2016是不是整个到落下走去 好 那这是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在行为模式分析的时候 这个桌子 桌子有看到吗 2016年才跑来这边 好 这其实 其实你不管怎么剖析 资料就是讲这个样子 在接下来 你是不是做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的话 你可以方便别人来去观看一下 去做两个年度 各月的一个同时间的一个比较 这就叫同时间 好 例如说 这是2014年 上面绿色 是2016年 然后下面紫色是2014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禁询问 8月份跟11月份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是下降的 这样可以了解 是苏同期的 就是我们是站在最新的这个日期 这个年来去看 来做比较 好 通常同期比较都是在做这件事 好 那接下来在这散布图里面 散布分析 散布分析 大概可以观看到一个资料的一个呈现 这资料可能被动到了 被动到 被这边动到了 被 对 应该是被这边动到 好 那 我先刻意把这边先关掉好了 有没有看到 又恢复回来了 好 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它会被动到 然后 想一想 那个颜色点 为什么会跑来跑去 有听懂我的问题 我的问句吗 这个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 紫色本来在这边 我刚刚翻群 是依照错误的利润 来去做翻群 现在是不是恢复利润的真实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应该是要拿真实的利润 来做自动翻群 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因为我怕说你们到时候是不了解这件事 认为说自动翻群不好 其实不是 自动翻群是不错 它这边的自动翻群是好的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自动翻群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在机器学习里面 我们会先做翻群 翻群完毕之后 再针对这一群来去做分类 然后当然还有可能 做完分类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些购物栏分析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有别于统计 有别于统计 所以你会听到机器学习 但是我会希望让各位去了解 机器学习跟统计 因为统计它的背后的理论是几率 这是成立的 这是有评有据 大叔去分析的机器学习 拍摄 没有任何支持的理论 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 做一个趋势的描述 可以理解吗 我不想要各位能不能理解 因为统计它真的背后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机率的假设 他有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去验证它 大叔去分析 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我们不是要去检定这些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好坏客户的时候 我要把它形成一个 这些人他就是我比较不好的客户 我就不要给他们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寄通知单 我们是在做这种事情 我们是在看他的一个行为模式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请你们稍微了解 我们会有像趋势线来去做管理 还有像例如说分群 这些都是有比于统计 来去看资料这件事情 所以在教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对 我们也是会谈到统计 但是我们一定会谈到机器学习 这件事 机器学习更重要的 比统计更重要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 统计不会去谈机器学习 因为统计的样本数是不够的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那我想我们的课程 可能就要暂时在这边 到一个